原调题 所以不断就外国科技人员愿意叛军卖国 为美国效力 二战时期 曾有不少苏联优异的军事技术人员 因无法抵抗美国巨大的经济诱火 而选择背叛苏联 苏联科技人员背叛苏联来到美国 成为了美国对外炫耀的资本 美军时不时还会用此事来嘲笑苏联 历史告诉我们 80%的背叛者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前苏联的S-S-12中程导弹项目的总设计 安德烈·库里诺夫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安德烈是一个十分看重经济利益的人 上世纪70年代 苏联的经济与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毫无希望的苏联经济 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美国经济 在安德烈的眼中这是一个毫无选择的选择棋 在经济面前信仰 国籍等全部都可以被抛弃 在一次导弹的实地考察中 安德烈与另外一位燃量攻击设计师弗拉基米尔立身卡结合在一起 策划了一次携带着核心图纸逃跑到美军的计划 安德烈与弗拉基米尔的逃跑过程十分的顺利 等到苏联人员发现的时候 他们早已抵达了希德 美国以最高的热情迎接了他们两个 并被他们每人提供了八千万美金的巨额报酬 除此之外 还有美女和豪 再相伴 为了获取美国的信赖 安德烈不仅将自己从苏联带来的核心图纸交给了美国 还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告诉了美国 之后安德烈与弗拉基米尔开始在美国过上逍遥的日子 八个月之后 苏联方面派来的杀手找到了安德烈 并在私底下暗杀了安德烈 直到安德烈的遗孩从一辆卡车上滑落到街道上 美国人民才知道安德烈被暗杀了 当时安德烈的尸体上还用俄语写着复仇二字 另外一位背叛者弗拉基米尔 他虽然没有被杀 但因为做了亏心事 一直处于恐惧中 最后疯了 这一位背叛者弗拉基米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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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